大家好,又是我,我是亮哥,今天给大家讲的是一部惊悚动作电影,24小时末路重生,电影开始女主习情成为国际刑警,就在南非护送一个污点证人,这个证人是个雇佣兵,曾受过于一家美国跨国公司,红山公司,因为参与了一些灭学银行的活动,良心不安转为污点证人,一般电影这种情况大反派肯定要杀人灭头,果然习情他们在一个检查站遭到了伏击,一群无战人员对他们发起了猛烈的攻击,习情的枪战戏也不差,不过最后三辆车十几个 只有徐情和证人逃走了,画面转到美国,男主龙叔正在和老战人在海边钓鱼,龙叔是一名杀手,也曾受过于红山公司,老婆儿子被人报复失去了性命,这天在酒吧中他原来的上司兼生死之交胡子叔找来了,胡子叔是红山公司的保安大队长,这次给龙叔带来红山公司一个暗杀任务,但是龙叔想过安静的生活肯定是拒绝的啊,不过胡子叔说这次的任务是100万美元一天,龙叔听了这么高的报酬就心动了,谈生意肯定是讨价还价,最后报酬定在了 200万美元一天,大家都猜到了什么任务,没错,就是暗杀徐情保护的那位证人,可是不知道证人被国际刑警带到了什么地方,徐情是最后和证人接触的人,龙叔就决定从徐情入手,找到证人的所在,第二天龙叔根据红山公司提供的情报,找到了徐情位于香港的家,并对其家人谎称是徐情的外国同学,作为一个见过失灵的老油条,龙叔三言连语就套出了徐情,晚上搭乘飞机回香港,随后根据公司的情报网络,龙叔立即起飞到了南非基塔,在这里偶遇 龙叔搭讪徐情,可是没有成功,徐情走后,龙叔发了一条短信,就把徐情乘坐的飞机航班取消了,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红山公司的能量有多大,和龙叔预料的一样,徐情又回来了,航班取消,他真的等明天的飞机了,接着龙叔又开始搭讪徐情了,这次成功了,两人还共订了晚餐,也许是长夜漫漫,徐情这样的单身女人觉得空虚寂寞冷,就主动的投怀松毛,第二天龙叔趁着徐情洗澡的时候,偷了徐情手机中的信息,得知了证人的下落,然后一枪 闭了正在洗澡的徐情,呀,不过这是龙叔的想象,毕竟有了一席之环,龙叔觉得这样有些残忍,就悄无声息的走了,住了酒店的龙叔立马给红山公司的人打电话,说自己得到了证人的确切位置,还没有等到说出具体位置,徐情持枪赶来,随后两人发生了枪战,经过短暂的交火,龙叔被徐情开枪打死,男主和女主正是用生命在约炮啊,男主都死了还演个屁啊,不过这部电影的看点也就在这里,龙叔又活了,公司老总用一种让死人复活的手术救了他 老总用用龙叔说出正人的具体位置后,就让女医生给他注射毒药,安乐死,胡子叔也告诉龙叔这是公司的秘密,用活人研究让死人复活的技术,你知道了这个秘密,只能死,接着女医生开始注射毒药,龙叔生惊百战,上次死是个意外,这次怎么都没几个笑啰啰杀死,于是小宇宙爆发,杀死了守卫,劫持了女医生,从女医生这里得知,手术只能维持24小时的生命,而且这期间还会产生严重的幻觉,随后龙叔闲持女医生逃离了这里,也许 女医生觉得自己命不久矣,临走把余医生给放了,逃走后的龙叔十分迷茫,不敢相信自己只有一天好活了,想着给老岳父打个电话告别一下,电话中老岳父鼓励他不要放弃治疗,龙叔此时振作了起来,决定揭露红山公司的恶行,另一边徐琴带着证人在提前录制证词,证人揭露了红山公司用活人做秘密实验的罪行,他们偷偷抓走那名实验后用火把尸体焚烧,这时胡子叔也展开了攻击,先使用狙击手攻击,然后派手下 进去灭口,徐琴带着证人狼狈逃命,正在要被人杀死时,龙叔及时赶来救了他们,在公路上主角们也遭到了红山公司的猛烈攻击,一番搏斗之后总算摆脱了罪病,可是没等到他们松口气,证人就被躲在暗处的胡子叔一枪打死了,证人在临死前把陆有证词的内存卡给了徐琴,胡子叔这里也顺利了完成任务,可是手下带回来的相机没有储存卡,只好命人绑架了徐琴的儿子,最后打电话给徐琴和龙叔,让他们拿着内存卡来换 徐琴的儿子,这时已经正义干爆棚的龙叔决定用最后的时光帮徐琴救回儿子,由于龙叔先前为红山公司工作,对他们帮家人的套路了如指掌,龙叔就找到一个好友,好友是个黑人头领,龙叔告诉他,以许多的手下失痛都是红山公司抓走做实验了,有这个消息,战场本来就是龙叔的好友,黑人头领就派人一起伏击押送队伍,拦住撤退后,龙叔先领后并用钱收买,可是护卫不同意,结果一言不合就干了起来,而这时龙叔产生了幻觉,在他 昏昏沉沉期间,双方是你打我,我揍你,龙叔清醒过来后,押送徐琴儿子的车已经跑了,龙叔急往带上徐琴去追,最后抄小路把车拦下来,救了徐琴的儿子,龙叔看着他们母子又想起了自己的老婆儿子,看着自己不到40分钟的生命,龙叔觉得该为社会做点贡献,接着他就前往红山非洲总部,并把车直接开进了总部的大厦,在混乱的养护下,龙叔破坏了公司的安宣系统,让追杀徐琴的人出不了大门,老祖和胡子书也发现了龙叔 龙叔的目的就是想制造麻烦拖延红山公司的人追杀徐琴,楼下公司护卫一阵检查并没有发现龙叔,却发现了龙叔安放的炸弹,一声巨响后,总部大厦被炸得摇摇欲坠,老总慌了,立马让人派直升机过来想逃走,可是龙叔只能让他如意,一番邪拼后龙叔身为钉尖下手,大闲身手,一人团灭了老总留在楼上的全部护卫,自己也身受重伤,不过龙叔无所谓了,反正也没多长时间好活了,想要逃走的老总还被龙叔打中 老总看见龙叔还把胡子叔当朋友,就说出了一个秘密,龙叔的家人是他下令杀死的,就是为了让龙叔继续留在红山公司,可是身为朋友的胡子叔却没有阻止,这样的人还能当朋友吗,胡子叔却说他这么做也是逼不得已,救了你的家人,我的家人就会被红山公司追杀,最终丧命,人死不能复生,没几分钟生命的龙叔选择了原谅,为了完成龙叔的遗愿,胡子叔放过了追杀举情,可是胡子叔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,就要杀了老总给龙叔的家人报仇,这是其他 他的护卫也赶了过来,胡子叔还是义无反顾的开枪杀了老总,自己也被护卫杀死,胡子叔用最后的生命告诉了龙叔,他们还是过敏的朋友,电影最后徐情顺利的把证据交到了法官手中,龙叔在天堂和老婆儿子相遇了,可惜龙叔又被女神给救活了,电影结束,这个结局感觉有点残忍,这部电影不管觉得好不好看,都是能看看的,毕竟徐情阿姨贡献了动作性和挪背沐浴,你还想要什么呢,电影还谨慎我们约炮有风险,开放剧谨慎啊,好了,下期再结束了, 再见,Goodbye